大家好,我是舒和比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映最新版本V1.3.1 如何导出SRT字幕 还有在里面制作繁体字幕 还有怎么找到JSON文件 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到这边搜索 然后打入L-V-E-D-I-T-O-R 然后点击这一个文件 目的就是找这一个文件 找到这个文件夹之后 我们点击里面的文件夹 然后看看这个图案 是不是和这个影片对应的 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个JSON文件了 那就是这一个 那找到这个JSON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到这个网站去 这个网站我会放在我的说明那里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影片应该知道 我是有推荐给大家使用的一个插件 同样是这一个开发者开发的 那如果你的版本是低于1.3.1版本 使用于2.5版本被迫V-E V-E-D-I-T-O-R 这个就是它最新发布的网页版本 如果你是要导出繁体的 就在这里选择繁体 我们刚刚找到的JSOF文件 直接拉进去 它就会直接下载了 就在这边 然后你去打开 打开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文件拖进去 然后替换 然后再去把这一个简映的面板给关掉 然后重开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简体字幕现在已经变成繁体字幕了 那我们可以来这边选择任何一种字体 好 现在是如何导出SRT 也是一样哦 来这边搜索 找到这个文件夹 到这个网页去 然后选择SRT 然后直接把它拖下来 拖进去 然后我们去检查 好 这个已经是导出了SRT了 那打开吧 文本 好 这个是SRT 然后你可以将 这个SRT 导入YouTube的影片里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拜拜 祝大家身体健康 都不是 这边已经有这个 请不吝点赞 锅里 你 就 这边 都不吝点赞 你 都不吝点赞 你们 都不吝点赞